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koli 我剛跟交往五年的男朋友分手啦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人交往到分手大概是怎麼樣的情況啊 還有他們分手有什麼 因為你知道分手也是有分手 分手有很大的學問 首先第一條 要先給對方心理準備 第二個是最好當面說 萬一有一些情緒過激不好處理的人 所以建議是約出來 但事實上其實網上的調查來說 大家都是在家裡 可能怕被別人聽到或什麼的 但如果你覺得你的對象很有可能會不接受的話 那網上的交戰是建議你約出來 而且他很好笑喔 他建議你約中餐 喔對 而且你就可以說你等一下有約 然後你還要說你等一下有約 晚上就是無限啦 對網上 對對對沒錯 還可能跟到家裡去 然後你就是搞不定這個人 通常午餐餐廳也會休息嗎 還可以趁打烊的時候趁機出店 你就還可以跟別人說 喔其實我下午有約就是別人什麼的 不管你們談得怎麼樣 你就可以先暫時終止這個話題 因為萬一分手談不好的話 那就是無止境啊 但無止境你繼續無止境下去沒有用的 所以他的教證就是這樣 一定要先有個限時 先個兩個小時 喔這很有用耶 是不是很實用 沒錯 然後第三個這也是非常重點 就是一定要講理由 嗯 那我第一段真的分得很糟 就是那個時候 這真的是這樣 他就真的沒講理由啊 因為我有曾經求過一次 就是網友過一次 就是我會改啊 你要什麼就跟我說 然後他也講不出來 然後我說那你可不可以說 你不喜歡我 然後他也講不出來 那你是在搞什麼東西啊 對 就是這種事情就是真的要說清楚 對方才有辦法實行 因為曾經交往過的人 不論你有多認真或你不認真 他手上都是有你的黑料的 大家要注意 你不管怎麼樣 你都不希望與他為理 對啊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要認真處理 其實也是對自己好 那第一個你要告訴他你身世修律 你告訴他理由也是 也是能夠讓他比較接受 然後這個理由不管你真正理由是什麼 你要給他一個他能接受的理由 比如說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分手的原因其實很大原因 就在我都沒做 老賊的經驗觀也是蠻被詬病 可是那個我還OK 只是覺得有點騷不爽 但如果他那個房租按起腳 他就有一陣子的房租不按起腳 我就覺得很不爽 他那個不做就真的是 我就想說我一輩子都做不了了嗎 對啊 那這樣子我不想 但是重點是我覺得他就是沒有在經營 他真的就是沒在經營 就沒在經營啊 然後也沒有太省心 對啊 什麼都靠我 對 但是我沒有講這個 我是 因為你講這個他就會說我會改 對啊對啊 所以我是直接跟他說我已經有喜歡的人 因為事實就是我有喜歡的人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跟他講 網上還有一個撇步就是說 你要說他不好的時候 你要先說是我的錯 就因為我這樣 所以你的某個東西 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好例句 比如說 因為我很想很想生小孩 所以你不太想結婚 就讓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就是你要先道歉 然後都不是他的錯 因為你知道不生小孩 也是別人的自由嘛 只是我自己想要 或者是 因為我就是一個比較 然後你不願意配合我 所以讓我覺得不是很適合 對 但事實上你是在 責怪他不配合你 但你要先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比較自私的人 這樣你就是把錯到自己身上 對方就會覺得 好 因為你知道被甩的人 他當然就是心情比較為送嘛 所以你沒關係 你就是好好的勸導他 讓他願意離開你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對 我們怎麼講都沒關係 然後第四個要請對方留後路 不要指望一次講情就全部結束 感情這種事情 因為你自己已經走了嘛 但對方如果還在的話 對方一定當然還是 可能有一些語憂對不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本來是 很不負責任想說 我常常去不要看他的反應 我就直接block掉好了 然後但後來覺得不行 特別是我的狀況 我的男朋友還住在我家 對啊 那只要我的家被砸了 對所以我就覺得不行 我必須要知道他的情緒 我就還有跟他講說 那你有什麼事情都可以跟我講 我雖然不會回得很快 但是我會回應你這樣子 那他有一個軟著陸的空間啦 網路是想說就是 今天如果你約出來真的談不完 那你也不要就這樣說死 你就說沒有我實在也不理你了 我們就從提到兩段的這種就是不好 你可以說 那沒關係我覺得你可能現在真的是很傷心 我們下個月再談 然後慢慢的安撫他這樣 然後可能再接下來就半年後之類的 就是讓他可以跟你聯絡 然後可以慢慢的死了這條心 會比較好 然後第五個 要堅決不要留給對方想像的空間 不要提起任何的回憶 因為你勾起回憶的事情 你只會讓對方忽然 回到那個互相喜歡的狀態 那這樣子他會想要挽回啊 但你如果不想要別人挽回的話 你就不要讓他勾起沒有回憶 並且你要堅決的讓對方知道 你完全沒有想要再繼續 有這種關係 所以就是 因為溫柔又要堅決 還蠻難的 對 我是覺得 只要有做到這幾點呢 還有 我會在會員區補充的另外一點 很重要的 付錢這一點 對 你大概做到這幾點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 都還算可以啦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其實年輕的時候真的很難 年輕的時候會覺得 蛤?我就是想跟你分手啊 我就是想跟你分手啊 我小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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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用Line或電話其實也是 兩個就是減少頻率 要講理由 不要馬上封鎖 這三點一定要的 然後剛剛說的 自己先承認錯誤的金句之外 還有兩個金句 一個是 就是說 都是我任性對不起 先道歉 因為 因為這種的話 萬一對方是那種自尊性的高度 就很有用 對 就你直接先道歉 虛應故事 他就想說好 那你道歉沒有關係 然後第三個是 今までありがとう 就是謝謝他 最後要禮貌道歉 之類的 好 我自己 算是快要圓滿分手 因為我男朋友快搬走了 就是他裝向也都裝好 但我就覺得 其實能夠圓滿分手 然後也沒有什麼呼呼啼啼啊 然後都笑笑的啊 還不錯啊 也不會讓自己之前的感情有那麼糟 然後就覺得好 就是互相陪彼此走一段路這樣子 就會覺得也滿開心的 對 分手我居然這麼開心 對 因為我後來仔細想喔 就是 我離婚那時候也滿不好 因為我 那個時候 我前夫跟我原本就處於 聯絡不是很平凡的 所以 對他來說那個臨路就是 非常地一通斑 而且他甚至有問我 就是 我回日本要不要跟他去旅行 因為他也算是 可能有想我還幹嘛的 然後我還答應 是在 我們兩個一起去金澤 然後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我想理由了 然後導致他還就是 你現在在旅行的時候講 對 真的很不好 而且我那時候也沒有 不理由也沒講得很好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不想生氣好就好了 我連那個也講不出來 然後我就可能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然後 所以他就覺得不知所以 對 他覺得不知所以 這個一連串 對他來說就是 完全不好 所以才導致他最後很想要 很想要復仇 很想要 就是很希望我賠罪 跟希望我付錢 我是有付錢我沒賠罪啦 但我覺得 現在長大仔細想 我就會覺得說 我當初真的應該跟他講說 我就是喜歡那種別的 可不可以分手 然後就是 我會願意就是 給他一筆錢什麼的 之類這樣就可以 比較快速分的 只要在那邊拉哩拉渣這樣 但 後來就拉哩拉渣 就是 百姓脫捧 但還好我覺得 還蠻OK 一年而已 而且我覺得 我前夫是因為 他自己本身很想要生小孩 然後給他爸媽 報索 所以 他這樣跟我耗的也沒什麼 沒有什麼用 對啊 我們會先看阿米的例子 然後會再看 我這次分手的例子 然後我會公開我跟老杰哥分手 LINE 這些都是只有在會員才能看到的 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話 要訂會員囉 訂會員 好 阿米 我的話其實我好多都忘記 我猜你一定忘了 可是我 我會好好分手 就是 因為日本人 所以你不自... 喔你沒有消失過嗎 沒有消失過 哇那你很有責任感耶 我都有... 我都有講 你都有講說 哇 哇真的 喔而且他... 他沒有被甩過 沒有可是那個是有技巧的 就是 我沒有被甩過 是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快被甩的時候 我就會先甩掉 喔可是你知道 那就是日本男生說的 阿 蠻多帥的 他怎麼還不講 對 但是我覺得很驚訝 是我有時候是這樣覺得 但人家竟然這樣挽回 但我後來就覺得可能 就是跟老杰有點像 他就是反爛 可是老杰沒挽回阿 喔 因為 好吧那可能是我 不夠堅決 可能我有提到一些回憶 你可能提到回憶 對 然後我也用過遠距離分 我知道 對 你還是就是... 是傳Line嗎 沒有 我打電話跟他講 喔 欸我覺得你這個人真的很有誠意 嗯 因為我就是太NO了 但是其實在 我打電話跟他講之前 我們在他還沒出過之前 其實就有鬧得非常的不愉快 就一直吵架 就一直吵架 然後... 那時候會吵什麼 為什麼好吵 吵就是... 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阿 蛤? 為什麼他說你會 憑什麼可以這樣 然後不然就是吵一些那種就是 婚姻官跟小孩幫忙 對他想要生小孩 然後想搬到地方 對啊 就是一些真的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他怎麼會覺得你會答應這些事情 又有很多事 過程 是